2010年3月24号上午9点 一男一女急匆匆的就来到了济南市市中公安分局白马山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之后啊 这一男一女让派出所民警顿时紧张起来 俺老伴叫吕印童在济南收废品住在原柳庄 今天一早上俺就和俺儿子到老头子在济南住的地方来了 可一来呀不但没见着俺老伴 院子和屋里很乱 桌上的碗筷也没收拾 俺一看呢心里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是不是老头子出事了呀 值班民警啊接待了这报案之后 迅速的向相关领导进行了汇报 有案子那就是民警要顶上去的时候啊 半个小时以后侦查迅速展开 随后他们就来到了吕印童的住处 到了吕印童住处之后 确实没发现吕印童的踪迹 但是发现啊 这个院子里边有着大量的血迹 从屋里桌椅板凳的摆设来看 和这老吕吃饭的应该还有一个人 现场桌上啊 还有着吃剩下的菜汤呢 地上啊 还有火腿茬的那个外皮呢 根据这些来进行技术判断 应该有两天左右的时间了 除此之外啊 现场还有满地的烟头 以及两个酒杯 在对案情及现场勘察情况 进行仔细分析之后 专案组的成员一致认为 要么吕印童遇害了 要么吕印童杀害他人潜逃了 构成凶杀案件的可能性极大 就是要么老吕死了 要么老吕让人给杀了 于是领导啊 立刻作出指示 组织人员立即对吕印童的社会关系 进行排查 对他失踪前接触的人员 穿着的服装 携带的物品 近期行程进行全面仔细的梳理 马上采集吕印童子女的DNA 与现场血迹进行比对 从中查找相关的线索 领导命令下来之后 专案组的成员立刻分头行动 侦破工作 有序展开 下午三点 分头行动的各个小组啊 陆续的回到了专案组 专案组领导 对各小组反馈回来的信息 逐一的进行分析 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制定了周密的侦查工作方案 会议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专案组根据调查走访 和对吕印童儿子的DNA鉴定结果显示 所有的血迹都和吕印童儿子的DNA相互吻合 最终认为吕印童被害的可能性极大 这时候啊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专案组组继续对走访情况进行分析的同时 刑警大队信息技术中队 立刻通过技术手段 掌握了吕印童近期手机的所有通话记录 其中有几个可疑的电话 又立刻对这些电话进行调查 22号早上 有一个135尾号6907的手机号 拨打过吕印童的手机 警方立刻对这个号码进行重点调查 经过对机主身份的核实 这个号码的使用者叫王岐海 这王岐海啊 可是有过前科的人 他曾经有过两次犯罪记录 这个线索就引起了专案组领导的重视 并且决定将王岐海定为重点嫌疑人 实施抓捕 这时候 一场悄无声息的战斗正式打响了 在市局行动技术支队的打力配合之下 刑警一中队的队长 五中队的中队长 都带领着专案组民警 对嫌疑人王岐海展开抓捕 抓捕王岐海的工作呀 非常的顺利 很容易就把他抓获了 抓住之后 审讯工作立即就展开了 在审讯过程之中 王岐海就是不说话 人也不说谎 反正就是不说话 你问我什么 不知道 王岐海啊 眼睛不大 但是面对警方 非常的淡定 毕竟人家有经验呢 坐镇指挥的呀 是刑警大队的大队长陈周生 陈周生告诉审讯民警说 他不张嘴 咱们也不怕 他不张嘴 这说明更有问题 嫌疑人有过一次 故意杀人的前科 直觉告诉我 嫌疑人不是很容易对付的 让他主动交代案情 基本没有可能 大家呢 得多动动脑子 尽快找到突破口 听到指示之后 审讯民警 见着王岐海 把王岐海的诺基亚手机 就放在了审讯桌上 这个是在你上衣外套里搜出来的 你该认识吧 经过我们技术鉴定 这手机上 一共有两个人的指纹 其中一个就是你的 并且是最近几天的 王岐海 你1983年的故意杀人案 和2002年的盗窃案 我们都能掌握 你不回答问题 也不狡辩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一直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故意想逃避 法律的制裁 王岐海啊 听到民警这么说 还是没回应 他呢 把头仰了起来 眉毛啊 一会儿往上怂怂 一会儿往下搭了一下 这按照审讯心理学上 按照微表情学上的解释 这就代表着王岐海 在思考他的内心是恐慌的 你的手机号是135 尾号是6907 对吗 王岐海还是不说话 王岐海 我们已经调查了 你在原柳庄 也租有房屋 并且和老吕一样 在济南 以收废品为生 经过这几番问话 心存侥幸的王岐海 眼神里边明显开始惊慌失措了 这时候啊 王岐海终于说话了 给我一根烟吧 王岐海突然主动的向民警开口要烟抽了 这是他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说的第二句话 虽然是第二句话 但是民警凭借着经验分析 说明他思想上有了波动了 他打消了一些顾虑 也说明他已经由一种侥幸的心理 向焦醉的心理开始转化 这就是审讯过程之中一个好的转机 审讯民警立刻点着了一根烟 给他递了过去 忙活了一天的办案民警 那是一口饭也没顾上吃呢 趁着这王岐海抽烟的时候 民警们呢 每人泡了一碗方便面 同时也给王岐海泡了一碗 希望他吃饱喝足以后 能够配合公安机关的审讯 这王岐海非常狡猾 狡猾在哪呢 吃完泡面以后 喝了一瓶矿泉水 然后就告诉审讯民警说 你们放心吧 今天晚上我不会交代的 我要在明天上午十点之后交代问题 民警们呢也纳闷啊 哪有这样的呀 要么就是百般抵赖 要么就是赶紧交代 头一回见着这种 你们放心 今天我不交代 明天我再交代 还准时准点 十点以后啊 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 专案组的民警们就断定 王岐海啊 一方面是感到意外 为什么意外 他没想到公安机关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把他给抓住 另一方面呢 他是准备利用这段时间 编造供词 从而最大限度的逃避打击处理 兄弟们 咱们不能让嫌疑人 牵着咱们的鼻子走 他不交代 我们就不审了呀 如果这样 我们公安机关的微信 和能力到哪去了呀 天亮之前 必须形成有价值的审讯材料 说这话的 是和民警昼夜奋战的 市中公安分局副局长赵新 可是 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了 案情还是毫无进展 人这王岐海啊 就铁了心了 你们今天晚上怎么问我 我是一句话不说 大家的心里都着急起来了 就在审讯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 市中分局时任局长王宗岩 又来到了专案组 主持召开了审讯分析会 帮助民警破解审讯的难题 坚定了大家破案的决心 专案组民警啊 重新制定了审讯重点 开始了对王岐海的第三次讯问工作 王岐海 你的家庭情况 我们也了解 你的母亲都七十多岁了 你有两个孩子 女孩是你妻子带来的 男孩是你和妻子生的 今年八岁了 也上学了 你就是不为自己着想 也该为年迈的母亲和孩子想想吧 你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在监狱待了二十年 2003年你父亲去世 你都没见上一面 你也曾为此悔恨过呀 啊 民警啊 这回不跟他聊案情了 这回跟他聊上了感情了 这一招高啊 民警的这些话 把王岐海的心可就说动了 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眼泪就开始在眼睛里边打转了 随后他要求办案民警 把扣押的三轮车 以及车上的铝合金废品 返还给他的家人 同时还说了 你们别把我被抓的事 告诉我妈妈 民警答应了他的要求 看似淡定的王岐海 终于开始交代他的犯罪过程 那天晚上 我和老吕在喝酒的时候 问老吕为什么不把收来的废品 卖给我舅舅 他说的话 我不爱听 反正话赶话的就吵起来了 后来我俩就动了手 由于喝了酒 动作比较大 把他打倒在地之后 发现他就没气了 你说你是在屋里 把老吕砸死的 为什么屋里没有血迹 而院子里面有呢 屋里的血 我用毛巾擦了 院子里的血 应该是装车的时候 流下的吧 当时就想赶快 把尸体处理掉 具体也没多想 我收废品的时候 知道有条小青河 想把它扔进河里 给冲走了就得了 我就一直往小青河的方向走 那你把老吕 扔到小青河的哪个位置了呢 就是从圆柳庄往北走 有个桥的地方 一夜没合眼的专案组同志 听到王岐海交代了杀人过程 和抛尸地点 心里这块沉甸甸的石头 也终于是落地了 可是根据王岐海交代的地点 整整一天 十几名办案民警 沿着他说的抛尸现场 找了三公里多 都没发现尸体 也没有找到三轮车 这也就是说 王岐海啊 撒谎了 经过再次讯问 王岐海没有办法再坚持 他一开始的说法了 最终还是向警方 实话实说 交代了杀人动机 二月初七那天晚上 我跟老吕喝的都有点多 我喝完酒 没有及时回家 我呢 在老吕家看电视 喝了半个小时的茶 我临走的时候啊 看见老吕院子里 放着大量的铝合金 当时我想这些废品 就能卖上五六万块钱 他身上肯定还有不少钱呢 那你为什么那么肯定 老吕身上还会有不少钱呢 因为我知道 干我们这孩呢 如果身上不带个万把块钱 就会周转不过来 我在和老吕喝酒的时候 他也告诉我 春节回来之后 还没收太多货呢 我就断定他身上 应该有不少钱 所以我想 把他身上的钱弄过来 晚上 我在回家的路上 一直都在想这件事 直到回家 都没想出好的办法 我躺在床上 就睡着了 我一觉醒过来 想看看几点的时候 却发现手机不见了 我想了半天呢 才想起来 应该掉在老吕家 或者掉路上了 后来呢 我就来到老吕家 这时候老吕已经起来了 并且在院子里收拾东西 后来我就趁他 弯腰收拾东西的时候 拿了把斧子 就把他给砸死了 只可惜啊 在他身上 只找到一千六百多块钱 离我想的万把块钱 少太多了 那尸体你怎么处理了呢 你今天凌晨跟我们说 把尸体扔在小清河 可是我们找了一天 没有找到 我今天凌晨 跟你们说 把尸体扔在小清河 是我编的 我是想先说假话 拖延时间 让你们去找着 我呢 再接着编其他的借口 好逃避打击处理 那尸体呢 到底放哪了 后来我老婆打电话 说儿子病了 我就把尸体 拉回老家 扔到废井里去了 按照王岐海的交代 3月26号一大早 专案组民警带着王岐海 就赶往王岐海的老家 王岐海老家呀 是张秋 终于在他交代的抛尸地点 那口废井里面 打捞出了老吕的尸体 咱们来说说这王岐海 王岐海当年第一次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刑20年 是为了钱 中间有一次盗窃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还是为了钱 这一次故意杀人 依然是为了钱 王岐海啊 只有小学文化 13岁以前 跟其他的孩子们一样 也没看出说他就比其他小孩坏 坏到哪儿 如果要说起他的变化 得从1980年 临近过年的一件事情说起 后来王岐海的母亲呢 告诉民警说 1980年 王岐海就辍学了 那年大年三十 按照当地的风俗 小孩都得穿新衣服啊 包括现在啊 全国各地都有这个风俗 过年了 得新衣服 崭新崭新的迎接新年 迎接新生活嘛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 这也是一个喜庆的事情 可当时呢 王岐海家里边穷 哪来的钱给孩子买新衣服啊 可是那一天 王岐海很神奇的 人家就穿上新衣服了 家里人呢 都不知道 他这新衣服到底是谁给买的 那家大人也纳闷啊 岐海 你这衣服谁买的呀 啊 自己都舍不得给孩子 都没钱给孩子买衣服 那别人谁会给他买呢 问来问去 最后王岐海说实话了 临近过年 镇上啊 有赶集的 有集市 集市上有好多卖衣服的 他上集市上啊 偷来的 他妈妈听了之后 这个气呀 你才多大呀 你就会偷东西了 抬手就想打他 这手啊 已经举在半空 马上又落下了 结果被王岐海的父亲 一把就给拦出来呀 没多大事 孩子就是想穿新衣服 这也不是多值钱的东西 是吧 别大了 别大了 吓唬吓唬他就得了 是吧 下回不带饭了啊 下回不许带饭了啊 这么着 这一拦可不要紧 王岐海啊 就感觉 我以后再偷也没事了 有我爸爸保护我呢 就养成了偷的习惯 在宋王看守所的路上 王岐海对民警说了这么几句话 现在啊 我真的很后悔 活了四十三年 一半是在监狱里过的 每一回走出监狱 我都劝自己 回家以后好好过日子 孝敬父母 咱们不懂技术 那老老实实的在家务农 卖点力气 也能挣钱养家糊口 把生活过好啊 可我呀 从小就贪财 正是这个贪财 把我这自由给葬送了 这一回 我估计都不是蹲监狱的事了 我估计这条命 是保不住了 你们呢 是办理我这起案件的民警 求求你们 把我经历好好写写 告诉那些爱财的 不走正道的 不守法的人 千万别走我这条路 害人 害己 害社会 给父母丢脸 给家人丢脸 孩子长大了 都抬不起头来 这是王岐海自己的忏悔 自己的感悟 但是啊 未免感悟的太晚了 其实说是晚吗 不是 如果说他还没被抓 他依然不会后悔 他之前进了那么多次监狱 哪一次都是刚出来 想着好好过日子 出来几天 就又打回原刑 所以说呀 像王岐海这样的人 不彻底走上绝路 不彻底受到法律的严惩 不彻底以命偿命 他是不会真心悔恨的 同时 像王岐海这样的人 还有很多呀 服刑期满的人员 在监狱里面表现很好 啊 这积极改造 可是一旦回归社会 原刑毕露 甚至所犯下的罪行 比之前更加的严重 所以对服刑期满人员 如何重新进入社会进行邦教 如何对他们的行为进行重点关注 这是王岐海案 以及类似的案件给我们带来的警示 最终啊 王岐海应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